今天下午7点58分发生的这一起有感地震 瑞士规模是达到了7点2 那地震发生的时候 全台各县市都是相当有感的 包括是北台湾 也是感受到非常明显剧烈的摇晃 是将近达到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各地纷纷也都陆续传出了灾情 现在呢 尤其是这个最接近镇央的花莲市首当其冲 那就在刚刚这个7点2的强震发生的时候 那个东部外海发生是在东部外海 那这个深度呢 是只有15公里属于极浅层的地震 那在这个花莲市区 包括是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 在北宾街的一栋五层楼高的街址 也受到了地震的影响 包括呢 它是评估是一楼的梁柱是断裂了 所以可以看到的是整栋的建筑物倾斜 那根据画面显示 一楼已经是陷入到地面下了 画面是看起来相当的触目惊心 那这个在北宾街的这个建筑呢 它这个一楼是早午餐 所以呢 包括是在这个路面上倒下去 所以二楼直接就变成一楼了 当下发生的时候 路边的车辆都是紧急暂停停止的 那路边的民众呢 也是尖叫不断 那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呢 包括是一楼消失不见了 现在都陆续的持续在救援当中 那除了在北宾街这边之外 包括是在花莲市区 也有传出十层楼的大楼是清洁 摇摇欲坠的状况 里面呢有这个 有上百名的这个住户 也都是在陆续的疏散当中 那包括是有三大一小受困 现在呢都已经在进行救援当中 也已经将人平安的救出了 那包括是我们还有看到的是 除了在这个市区啊 大楼倒塌的状况 像是在花莲崇德经过强震之后 也都发生了这个山体的土石的崩塌 现场呢都扬起了大片的沙尘 死伤状况呢还是不清楚的 那整个剧烈摇晃之后 花莲的这个山壁是直接的山崩了 人面的山壁还有石块掉落的状况 现场也是把民众都吓坏了 尖叫声四起 那包括呢这起强震呢 是在第一起在7点58分的主震 规模是达到了瑞士7点2的强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